这是现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就分起因经过结果三节课 比如说科学家都不知道 你知道 天知道地知道 你知道我知道 科学家不知道 因为他们研究的都是 人之外的事情 细菌病毒 什么什么 而中国自古 都是拿人 人体 作为一个 遗途文体 神冬藏白草 看到人体之后 李时珍 也是拿人 就是慢慢的 从小开始 做实验 而科学家搞的是小白鼠 搞的是什么什么 研究这么小的东西 就 因为细菌病毒 跟人有什么关系 中国不说发源 说上火 没有西方那么多名词 什么没什么素 中国没有病毒 但是有毒 有邪 有邪 毒就是 物生 就是自然 不应该生的东西 后来 现在也很糟糕 变成母亲的妈妈生 可见这也是一种天锤香 说瘟疫 我们过去是这么说的 那瘟 古代字是一个小孩子在下面洗澡 上面原来这个球 小人 原本是个盆 那小孩子洗澡就最容易 像从感冒 那就是他起因了 那一 一个病 就是人 在这种 身体不太正常的情况下 下面是一个拿着棍子的 一个驱赶者 就是说本来的病了 还要再当头忘了 热情下斥 还有驱赶你 驱使你这种 大范围 严重了再严重 多了更多 那在商朝的时候 这个叫 鬼神之处 那就祭祀祈祷 三五 也过去了 很奇怪 那现在 就把这些病因 来到什么蝙蝠身上 什么水塔 人家 什么狂犬 这个狗 什么禽流感 鸟 什么植物 反正就不是人 很多东西 都是人工合成 化合而成 你说这个东西 自然界存在 它就有它的道理 是 那搜导在几百年 它才能消失 自然现在已经丧失了 自我恢复的能力 老师是这样讲 虽然说能 不是这样 但是 痛苦的增长 老师说的只是 取其上者 得其忠 那种 现在的 天灾 这个大的事情 自然是 一个 定数 但是 是通过人体的作用 人或远远大于天灾 你现在的这种机械事故 这种污染 这种 什么医疗事故 什么什么 电 什么 高空 这种死亡率 远远高于 过去的肉货战争 瘟疫 也是同样 远远高于 战争 不要老怪 动物植物啊 你要瞎